要喝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呢 58岁的李明慧 刚进这间生机食品门市工作 这是他二度就业 重回职场固然开心 生活更充实 但长期物价上涨 侵蚀他原本的退休准备金 尽管到了退休年纪 还是愿意继续工作 没有存够钱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过你想要的生活 现在的物价是超吓人的 万万每一个商品都是在涨的 就是在吃的方面 或者在用的方面 其实它是飙升的还蛮 我们一般的工薪人是跟不上的 不敢轻忽通膨的威力 越来越多的高龄长者和李明慧一样 担心钱的价值会因物价上涨而缩税 因为你现在的支出 还有你的收入是不成正比的 像我们的生活的固定支出 大概基本三万块是跑不掉的 看看主进总处最新统计 去年退休人数是2016年以来首次低于10万人 年减4.7% 随着法定退休年龄提高 以及怕储蓄不够 又回到劳动市场的人不在少数 但退休金的准备也充满变数 有一名网友在PPT上发文表示 现在存钱是相当的困难 更何况是存到一笔足够的退休金 假设你每个月月存一万元 一年下来也才存下12万元加上奖金顶多20万元的退休金 但从25岁工作到65岁 40年下来可以存到800万元 但如果你还要买房还有结婚的打算的话 这800万元根本不够用 不仅如此也忧心通膨吃掉劳本 若以每人每月平均花费22k来试算 30年后若物价年增率涨3% 每月花费变成5万元左右 退休余命20年等于要准备1000万以上 不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只涨2% 退休金则需要准备960万元 涨1%则至少要有720万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万一未来真的维持像今年一样的状况 一直高通膨的话 当然我觉得这个状况发生局不是那么大 但是万一发生的话 我们用3%的通膨来算的话 30年后 比如说一个35岁的人到65岁的时候 他现在一个月生活开销是22k或23k的话 那30年后要维持一样的生活水準的话 大概要到每个月要到5万3000块左右 那变成说如果我们要储蓄的话 如果是1%的话 是每个月要存1万块 可是说如果是到3%的状况的话 大概每个月要存到1万8000元 大概我们就会累积到1200多万的一个退休金的准备 根据调查上班族认为在退休之后 每个月的收入至少要有4万2634元 才够退休生活所需 以整体的储蓄金额来看 户头里至少要有1060万元 才能够安心的享受退休生活 想要退休生活无余 有专家也建议 每年从退休金中提领的生活费不超过4% 以及投资稳健型基金来对抗通膨 所谓4%的法则就是说 我们如果准备一笔退休金的话 那我们在每一年实用上最好不要超过4% 那举例来说如果每个月我有希望 未来能够生活3万块的话 那一年就是36万 所以我可能需要准备的这个退休金就是900万 那另外就是这个4% 那剩余的钱呢 应该还是要持续去做一些定期定额的一个投资 那长期上面呢才可以击败这个通膨 那让我们这个不管是退休准备或未来的生活 可以更有保障 过去20年台湾的通膨 平均每年的话 其实大概只有1% 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平常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 其实台湾的通膨 远比欧美国家跟其他宁静国家 其实都来得低啊 当然这跟我们的整个大环境 还有政府的一些政策 当然有一些相关性 只是说我们的物价 其实我觉得大家中长期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家不必太过恐慌 想享受安心等晚年生活 未退足一定要提前做好理财规划 及早补足退休财务缺口 TVBS新闻 陈建敏留言宣台北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